都觉得在台湾人面前 啊,一定不能丢脸啊 大家好 我是台湾媳妇 看过我youtube的朋友都知道 我主要是分享我在台湾生活的言和事 对于我遇到的美好的言和事 我会毫不由于的赞美与分享 因为我的性格就是那样啊 好就是好 好的东西我想分享给所有的人知道 以前我常常发微信分享我在台湾生活 以及在台湾与大陆的一些不同 很多大陆的朋友有夸奖 也有酸言酸语 自从做youtube之后 更是收到了四面八方的朋友给我留言 有新加坡的朋友给我发一妙说 我是新加坡人 我有很多台湾的朋友 每年都来新加坡 我也在台湾住过一个夜 台湾最美的风景真的是人 你有福了 有韩国的朋友留言跟我说 看到我分享台湾好邻居的故事 觉得很感动 说他也想来台湾 说他在韩国是没有遇到过的 有马来西亚的朋友留言说 有来台湾旅游 觉得很喜欢台湾 有美国的朋友跟我说 他很喜欢台湾的社会氛围 觉得在亚洲地区 台湾的社会环境 让他觉得很舒适 有加拿大的朋友跟我说 觉得台湾很不错 每次来亚洲 他最喜欢去旅游的地方 就是来台湾 说台湾的公共场合很棒 很多旅居在国外的台湾朋友 跟我说 旅居国外这么多年 他们一直觉得台湾也很善良 他们说 你住久了 你就会发现 你越来越爱上这里 祝您在台湾过得幸福 谢谢 我姐因为台湾的服务太赞了 觉得台湾也很有善 有一次刚到桃圆支场 就跟我说 还好 你是嫁到台湾 有香港的朋友跟我说 台湾很适合生活 他来台已经30年了 说叫我放心吧 在台湾生活 你会越来越喜欢的 你老公很不错 有一本的朋友跟我说 一本对台湾有一种特别的情怀 说他来台湾旅游 最喜欢的就是 台湾人以及台湾美食 有广州的同学跟我说 看到我发的微信朋友圈 感觉台湾也很善良 说他疫情过后 第一个想去的地方 就是来台湾旅游 我爸爸因为来参加 我在台湾的婚礼 遇上那些热情的台湾亲友 还遇到了一个 说广东话的台湾亲友 他很开心 觉得很亲切 我姐说看到我爸那一次来台湾 玩得很开心 他们很开心的带着我婆婆 买的伴手礼 回去分享给亲友们 我直指来台湾后 一直一直跟他幼儿园的小朋友说 他很喜欢台湾 来台湾玩得很开心 以后还想来台湾玩 其实一些大陆的朋友 在没有来过台湾前 都觉得在台湾人面前 啊一定不能丢脸啊 一定要不管怎么样 在气势上都不能输给台湾人 但是自从他们来台湾之后 或者见过真正的台湾人之后 他们的想法完全变了 因为台湾人讲究互相 言以带着谦卑 一般不主动欺人 这种态度让他们之前的一些想法 完全变了 我很高兴认识了少数几个价值观 我觉得主要的差异是会感恩当下 感谢生活 跟我一样的大陆嫁台湾的女生 她跟我说 她发现很多台湾人很爱台湾 比如她老公有机会出国 可是她老公很喜欢台湾 所以坚持不出国 这个我也有很大的感想 我老公也是很喜欢台湾的生活 她以前有去美国工作的知会 她不愿意去 虽然她有说过 愿意为了我去大陆工作 甚至直接报名出差大陆 说是要先一时生活 但是我太喜欢台湾的生活了 我坚持说我要留在台湾生活 有广东的亲戚一直说 想来台湾旅游 说可是就是手势太麻烦了 说在厦门厌试一个上海人跟我说 很羡慕台湾 什么都可以讲 台湾不管是人还是物 大部分都是以人为本 利他思为 跟老公去拜拜 老公说想在妈祖庙点光明灯 我不知道光明灯是什么 于是我就问妙方言言 点灯是什么 后来我又问有几种什么的 然后我老公就 姐姐就问妙方的人说 有三个人要怎么点灯 然后妙方的言言就 跟我们说了有两种方案 要我们自己决定 后来我老公就问我说 你发现我们这边一些不同的点了吗 通常我们会说我们的需求 让对方给我们建议 我验证一想好胜真的耶 我以前在大陆就采购这么多年 通常都时光问对方有什么 然后就只在结合自己的需求来决定 但是在台湾就常常是客人说需求 老板很诚心的 很有良心的给你适合的建议 比如我们去拍婚纱照 我老公就跟对方说 我的意算多少 然后对方就会问你在哪里验课啊 有没有请化妆师啊 摄影师啊等等 然后再结合客人的需求 来推荐适合你的方案 说实话我来台湾那么久 从来没有遇到过那种 因为我是大入口音 就坑你的老板 觉得台湾小老板做生意 也是很有原则 不会为了赚钱而赚钱 台湾人都习惯利他人思维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好像有点离题了吗 这些跟幸福感有什么关联吗 有的 社会所有问题就是人 人好 一切都好 人的主观感受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出门常常遇到一些没品的人 你肯定觉得你那一天很倒霉吧 如果你去买东西 被坑 被懵 你肯定很不爽吧 如果你出门车子被刮了 对方还反过来骂你说 有车了不起呀 你肯定也很烦恼吧 真心是骗不了人的 好就是好 我喜欢在台湾的生活 就是喜欢 我觉得幸福我就拍拍手 我觉得在台湾生活很快乐 我想跟全世界的人分享我的快乐 人最大的幸福就是做自己啊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 虽然我有很多话还是不能说 虽然我身在自由民主的土地 但是因为和谐 你懂的啊 我不能太嗨啊 我还是要压制自己啊 不能过头啦 到时候像泼妇骂街一样就惨了 自由还是得尽力 得有限度 这次幸福感排名是 透过国民元金 GDP水准 一期寿命 生活自由 社会援助等等 综合得出来的结果 如果你想了解 可以参考看看我另外一个影片哦 作为一个在台湾生活多年的新住民 我自认为很敏感的我 因为台湾东亚地区排名第一 真的是实际名归 没有来台湾生活之前 我一直很羡慕同学朋友 出国留学 移民加拿大 澳洲 美国等等 看到他们发个朋友圈 环境多么的美啊 空气多么的好啊 住着有大燕子的独栋房子 觉得很是羡慕 想再想想自己苦逼的工作 想出国还不够资格 曾经一直努力的 想写好英文 想出国打工度假 想感受一下他们那种生活啊 当然出国打工 14亿人抢1000个名额 肯定轮不到我啦 所以就只能妄图心探啦 后来来台湾生活之后 我已经忘记呃那个曾经一直羡慕那些移民加拿大美国的人了 我常常发朋友钱 反而一些呃移民加拿大美国的朋友问我 有没有去领台湾旅游欠呢 有没有去领称心欠呢 有没有去领夜市欠呢 等等 变成是 居然有时候他们会留言说羡慕我了 以前我天天留言说羡慕他们的留学生活的说 老公常说政府不可以极讲小切信 但是言明可以 所以如果你在台湾感觉到幸福就拍拍手 如果你在台湾生活感觉到快乐就大声的说出来吧 如果你在台湾生活感觉到骄傲就为台湾点个赞吧 告诉台湾人他们是有多么的棒 然后让我们一起把这种美好的事物一直保持下去 在这片土地上 让生活的成绩越来越好 好啦 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 拜